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一樣切到V9倍,所以你可能要慢慢跟他習慣,跟他稍微適宜一下,以後這個東西呢,會跟著我們11週 所以,那再來,剛剛同學遇到第一個問題說,這個公式太長了,會跑到太右邊 所以我要怎麼樣讓他折行,他折行特別是,你不能隨便說看到,然後這邊感覺對了就可以Enter旗下 你會發現他錯了,為什麼?因為他會變成兩行,是分開來的 那兩行分開來就不能執行,他會出現紅色的字,表示有錯誤 所以怎麼辦呢?特別注意,如果說你要把它分行,有一個規則,請你注意一下,end,只要是裡面有end 你只要在end,我的習慣是end的後面這個空白 後面這個空白的旁邊加一個底線 空白加底線就對了 有沒有,這個end的後面空白再加一個底線 底線的時候呢,底線加一個Enter就對了 空白,底線加Enter,OK,這樣就OK了 就不會有問題啦,這是一個,就是VBA裡面撰寫程式的規則 這個規則還蠻重要的,不過大部分的書籍裡面 我還沒看過有人,好像幾乎沒有提到耶,OK 那當然如果你不知道的話,你會很麻煩啦,為什麼?程式寫越長 後面怎麼辦?每次拉拉拉去,其實很麻煩 所以第一個,習慣上,只要看到end對不對?end的空白的後面,加一個底線 底線再按個Enter,他就會把下一行跟上一行當成是同一行 OK,這個是規則一,OK 第二個呢,同學問到說,在那個 我們的esail裡面有插入函數 我可以看到說有哪一些函數 那裡面也會顯示說怎麼使用啦 不過呢,在VBA裡面的話,同樣也有函數 這些函數兩邊是不能共用的 雖然名稱很多是一樣的啦,可是還是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他們是隸屬於不同的團隊啦 所以他們開發,取的名稱有的時候一樣 像剛剛那個format,有沒有 其實跟test是一模一樣的用途 可是,做出來其實就是名稱就全部一樣 為什麼他不同意一下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說你想要知道VBA裡面到底有哪些函數 請注意,在VBA上面有個問號對不對 這個問號指的是VBA的說明 反正所有的說明都在這裡 你就等一下,點擊它 OK 點擊它之後的話,它會把說明跳出來 你只要找到這個裡面的第三個 叫做程式語言 VBA裡面程式語言參考 裡面就會有個函數了 OK 函數裡面,不過它的分類不像esail裡面 會幫你按照什麼文字邏輯什麼的 它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A到Z 所以以前 剛開始看到這個,就頭痛了 其實你為什麼不把這個說明做的貼心一點 他沒做沒做啊 你總不可能說請他幫忙做 怎麼辦,你寫信給VBA該資 跟他講說你們工程師為什麼不把他分類分好一點對不對 沒辦法就沒辦法 所以怎麼辦 我以前就是從A到Z一樣 反正每個都給他看一下 我大概知道說 每個函數它大概用途在哪裡 所以基本上我們剛剛是F 所以在那個第一道區這邊 裡面往下找 就有個format 有沒有 format函數 畫面沒切 切過來這樣 有沒有 從這邊 我再做一次 從這個問號對不對 進來程式語言參考 這個有一個函數 函數裡面 format如果你要找的話 可以從這邊找 format F開頭的 format找到了 OK format函數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 他就有傳遞引述的方法 這個引述 必要的 有沒有必要的 那如果是中瓜糊 是不一定必要的 format OK 那format裡面 至於什麼格式 底下都有詳細的說明 OK 格式數字 格式日期 格式字串 至於說裡面的那些相關基準 如果你還是不太清楚的話 他有的時候會提供給我們一些什麼範本 範例有沒有 你可以透過那個範例去大家了解一下 比如說你要格式化那個時間 這邊有個時間的時間的格式方法 當然有些地方可以修改 還有什麼格式化數字 假如你要小數點到第二位有沒有 這邊可以怎麼 00就好了 前面的話是一個頸 你可以配合這種格式 當然它裡面沒有說 非常詳細的說明 有的時候 可能還要再藉由其他書籍輔助 像一般坊間有那種 叫什麼函數的 VBA函數的什麼 詞點 字典之類的 一整本 其實奇標有一本 編的其實還不錯 有時候可以參考一下 OK 大概是這樣 這裡面有相關說明 或者是說 如果你要查VBA的這個函數有沒有 你還有一個方法 不一定按這裡 你可以有沒有放這裡 按F1 F1有沒有 鍵盤上面有F1 這個時候也是會跳出什麼 誒 4Maze函數的說明 當然頂多可以請參閱 相關的函數這邊也會出現 所以有的時候 大家慢慢的也積經驗 最好是你可以每個函數都可以 很熟練 然後以後的話再用VBA 其實就會慢慢越來越上手 然後面還會提到就是說 誒 VBA有VBA的函數 那如果說我將來要取用 E-Sale裡面的函數 可不可以 當然是可以 只是怎麼樣用 後面我們會再來做說明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所以今天的話大概就是 跟各位講到第一個 然後這個兩個按鈕 OK 那今天的話大概就是先開個頭 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再來講有關那個Function 制定函數 剛剛講的 插入函數的時候會自己跳出來 其實就是這兩個 其實你可以把這兩個複製 然後貼到VBA下面這裡 有這個Function跟這個Function 將來你在插入函數的時候 就會出現實用者定義 如果沒有 剛剛那個Function就不會出現 那我剛剛貼了兩段程式 一個是手機 一個是手機範圍 一個是手機範圍 那手機範圍是指的是什麼 你會發現 範圍 因為後來有同學說 老師你選三個很麻煩 可不可以我一次選三個 按確定也可以 那更簡單 所以這個部分下個禮拜 我們再來看這部分 請各位回去 先熟悉一下 然後有時間的話 一定要動手做 OK 那今天的話 我想我們先 先講到這裡 下個禮拜的話 繼續再來看那個後面 有關VBA裡面的 制定函數 再來也許就是 如何做表單吧 後面還有就是做表單的部分 回去有時間的話 也許可以先練習一下 大概先看一下 因為後面所有的教材 通通在雲端上都有 如果有時間自己先動手做做看 OK 那今天先到這裡